柴小姐 好久不见 你干嘛 别紧张嘛 我为了见你 可在这儿等了一晚上了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只要你不怕我把你的秘密说出去 让方总知道你是个怪物 你说什么呢 我没听明白 其实呢 我也不想为难你 只要你说出自己的身份 我不知道 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秘密 那你呢 你有什么目的 你真的不知道 方棱怎么在这儿 你的伤的 别碰我 你的伤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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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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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没错 我做什么怪物 如果你再给我威胁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你 你 你不怕我吗 放开我 高层和记者都到了 好 方总稍后就到 方总 方总 秋七到了吗 他不是跟您在一起吗 把电话 来 没人接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主要去餐厅接他 让他赶紧过来 是 这是哪儿啊 醒了 来 我来帮你送宝 对 我来帮你做的 不 你 我去 就 你 小小姐 这次可不一样了 要放你的话 那得看我的心情 小小姐 你现在都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了 你不说 我也能够凭自己的本事查出来 不过 放着你这么好的一个实验品在这儿 我不用事儿太浪费了呀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了 什么意思 你没发现 我的体温开始慢慢下降了 你要是再不抓点劫 我可能就会死了 到时候 你的实验品可真的就没用了 你骗我 我就是轻轻滑了那么一刀 怎么会死了呢 跟那一刀没关系 是你碰到了我的手 我的皮肤不能直接跟地球人接触的 你说我是地球人 那难道你 你真的是外星人啊 我拿自己的面跟你开玩笑 你要是想救我 快点让我暖火起来 你还要逃避 我才不会上当呢 你就是想要逃避开 以后身心溜走 对不对 我要是有能力逃跑走 就把你打死了 至于在这儿被你一直撑 那你给我老实点 是 最冷的 孙j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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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不知道他能去哪 要不我叫你去找找 发布会的时间已经到了 你还是先过去吧 不对 他今天跟我约在公司见的 这么重要的会议 他不可能轻易耍约的 通知科研布 查出他手机的定位 我要知道他在哪里 小七怎么会不见了呢 陈小姐 陈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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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这 你要是再不行 我就让你再受点伤了 好 这 这是蓝宝鞋 难怪呢 难怪他要把他偷走 我倒要看看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秘密 你干什么 我要把这些奇怪的黑体 注射到我的室内 别害怕 我这个 只不过是让你配合我的研究 我的研究 我这些 走 怎么样 怎么样 已经定位到了 再交去一个偏僻的工厂 他跑工厂干什么去了 不知道 现在也不清楚他的情况 我们也不能随便报警 方总 接下来 怎么办 他不可能会跑这么远的 就算他要去 他也会先列凶我的 什么意思 难道小七还能被人拐跑了 不过 以他这种性格确实有可能 先找到他再说 哥 等我 方总 我去找他就行了 你耽误了发布会就全晚了 不行 我有预感 他应该是出手机了 同时发布会延迟 找到小七再说 方总 交给你了啊 哥 前面右边 右边 前面左过 就回到你了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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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我还要看着风冷 看他这空 我们约好了他 对不起 我要食言了 我在这里 你不要担心 没事 对不起 真的 方 对不起 对 对 对不起 我 我 我 对不起 我 我 我 在哪里 走 走 我们去那边 有吗 没有 这边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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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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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没事的 我不想要死 我去剧掉机 快点 警察已经控制住了艾伦 他在反抗中伤到了大脑 目前还在救治中 他以后肯定不会再有机会 去伤害小七了 公司的发布会 已经结束了 因为您陈时不出现 董事会向媒体宣布 您已经辞职了 这样的结果 我早就料到了 其实就算您不去 也可以派其他人去救小七的 那怎么都行 那您现在 这不遗憾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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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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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脸 我的脸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有没有镜子 镜子 来 来 还好没留下刀吧 你说她有刀划你了 没 没有 她 她就是拿手碰到了我的脸 所以没有伤害 她居然敢碰你 赶紧洗掉 我 你是真的才干净吗 我差点就要失去你了 我 放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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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什么 像你像个老头子 你不可以像个老太妇吗 当然了 我会陪着你一起变老的 奇怪 我不会是磕了一下 怎么站都站不起来了 怎么会这样 我的肠能力 会不会是伤口疼了 我 我 我想自己处理一下 你在那边等我好不好 好 那你自己小心 有事叫我 好 你去吧 小心 怎么了 我送你去医院 没事 我就是太饿了 头有点晕 你送我回家好不好 我想吃拆解猪的饭 好 周思琴女士 你儿子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麻烦您长话短说 哎呀 你一晚上没回家 你都去哪里了呀 看了场五月电影 最后王子跟公主生活在一起了 其实和大孟王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赶紧回家 我一个小时又跟你说 哎 你知道吗 董事会已经决定 方冷正式离职了 妈 怎么会这样 你给我说清楚一点 你赶紧回家 回家再说 回来了 所以呢 里的 还不是 字幕 制作人 可能 这是 温 students 那 怎么更多 你快回去吧 没事了 肚子饿了之后还有事 我就给你拿点吃的 你慢一点拿 我想吃的东西 好多好多呢 不着急 知道了 小鹏 你快帮我检测一下 检测过了 到处都是爱情的酸臭 不是啊 你快看我一下 我不知道我被爱灵 注射了什么东西 我现在身体特别不舒服 不好 小鹏 你失险严重 现在此小混乱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 被地心里压得很难受啊 我现在连抬头都觉得很累 怎么样 小青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吗 好像好多了 小布你真厉害 不是我厉害 是我启动了你的救生系统 我现在很严肃地告诉你 你的体内混入了不明电解释 要是不及时回到五星治疗的话 你之后连战都很困难 用地球的话解释 你可能会瘫痪 瘫痪 小青 准备吃饭了 来了 小青 小青 你千万不能吃饭 你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 去消化地球上的食物了 别去别去 你千万别去吃饭了 小青 小青 这么多吗 我 茶姐说了 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东西 我喂你吧 我突然好像不太饿了 怎么会不太饿 真的 别吃啊小青 别吃 小青 来 不能吃啊小青 好吃吗 好吃吧 热乎乎乎的 好香的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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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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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你就等着能料后见 在地球上爬着走吧 佛部他是在跟你说话吗 哦 嗯 他那个 他跟我说 谢谢你 不客气 你能跟他说一下 我来的时候 能请他回避一下 嗯 回避什么 没事 来 再吃一个鸡腿 补充一下能量 我不饿了 来 我得出去一下 你赶紧吃吃完好好休息 嗯 好 乖 走了 拜拜 来 小七 小七 你还好吗 我感觉 我快支撑不下去了 我这就去找方冷 把新好奇取出来救你 都到这种时候了 就算必须要杀了他 我也不管了 小布 千万不要拦着我 小 喂 走 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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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 还好你是寄生在一只乌龟身上 不然 我可能还真拦不住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处处想着那个地球人 我是不会把新好奇从他身上取走的 我不会再拿他的心灵猫想 如果他死了 我也不想活 蠢小七 草里虫一样的低等生物 你会这么想 风浪就不会这么想吗 你要是死了 风浪能好好地活下去吗 不会的 他会把我忘了的 以前的他会 或许现在 现在他很重视你 就拿上次爱人的事情来说吧 要是那把刀再偏一点点 他可能就不在了 不行 我必须让他把我忘了 下雨 对 下雨 在下雨之前 我把他记忆库回到 他就可以彻底忘记我了 小七 你现在站都快站不稳了 还是想想自己的事情吧 我可以站立的 只要 我把我身上其他的特异功能 全部废除 把所有能源 保证在直立行走这一个功能上 不就可以了吗 你疯了 那你就彻底没有可能回家了 小七 你要干嘛 不要啊小七 我不要 小七 快住手啊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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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于是割断了尾巴 才换来变成泡沫的机会 我比起他可要好拨了 我可是被王子喜欢过的人